東京大學研究團隊解析 貓也會老人痴呆 日本東京大學等團隊研究發現 某些高齡的貓腦內的組成 與人類阿茲海默症患者相同 高齡老人時常罹患阿茲海默症 是由於腦部失去了成精細胞 而引起記憶障礙等症狀 貓的年齡在20歲時 相當於人類的100歲 這次的實驗 則是找了23隻22歲的貓 調查牠們的腦部 研究發現貓腦跟人腦有些共通點 當β澱粉蛋白質 或是過度磷酸化的蛋白質 積蓄過多的話 腦內的記憶體 也就是海馬體 就會產生剝離 β類澱粉蛋白質的累積 也會讓人顯現所謂的老人般 高齡的狗也會有這個現象 不過貓與人類是否會一樣 產生神經細胞脫落的現象 這一點還沒有確認 這項研究渴望將來 能夠進一步了解阿茲海默症的病因 記得回家關心一下身邊的貓孩子喔